大家好 欢迎收看临时随调 中国的一线城市 房价传出来消息 正在大规模的下跌 主要以深圳为代表 深圳房价 据说已经有的房价 楼盘已经跌了50%了 不是说深圳那些房主 为了卖房子 他简直就是 给这些中介 替他跑腿的人各种奖励 大家其实都已经有点慌了 这表明 中国的中产 或者是说小资阶层 甚至中产偏上的阶层 现在面临极大的财务问题 或者是说他们对前景看淡 或者是说 他们甚至 他们可能在工作上 已经出现了巨大问题 他都没有足够多的工资 或者收入 来支付他们的 庞大的房贷 上海传出来的 上海的豪宅 也就是上海比较贵的那种房子 已经降价了 百分之二三十都不一定卖得出去 与此相关联的一个新闻 就是阿里 阿里像是中国民营企业里面的佼佼者 他的像淘宝 这种田猫 这种生意是非常稳定的在中国 他的高管 他的一些高级经理 或者是级别很高的技术人员 也面临着巨大裁员 同时很多人失去了工作 不光是说裁员 他的即使没有被裁的那些人 他的工资也在不断的下调 有的收入 比如说在一年能够拿一百万的那种人 现在他再也找不着 他失去了这个工作之后 他在别的互联公司 他也找不着一个和他的工资相匹配的 然而他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他们只能卖房 因为他们的房贷也非常巨大 如果一年不收入个一百万以上 他就根本就过不下去 或者他就没有办法保持他在上海的房子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 说明中国的经济正在迅速的恶化 其实房地产的这个问题已经很多年了 我是说从17年底18年 那个时候恒大开始出问题 一直到现在 这已经是五年时间了 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的管理者 权贵阶层 掌控中国的这些人 他没有想出一个来拯救 这个巨大问题的办法 一直他在想各种办法 无论是把老百姓的钱拿出来 一部分去填坑 无论是他现在 比如说大量的放松银根 大量的印刷钞票 他这个始终没有办法 他们非常害怕 因为房地产的垮塌 房价垮塌导致金融上出现巨大的问题 眼看这一天就来了 不是说现在已经传出来说 有句话说得很精疲吗 是中国的房市属于叫做 密不发丧 实际上已经死了 实际上 但我就是假装还在抢救 当然这个是预料之中的 我都说了很多很多遍 中国房产 只是现在开始显现了 而且这个问题 它会连带着中国的所有的产业 都出现一种崩盘的状态 你比如说像现在这种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这种不得不裁员这种状况 中国的整个互联网 都不会有任何的幸存者 最后 然后股市呢 今天也是 今天也是大幅的夸塌 股市呢 其实相对于房市来说呢 它还相对还趋于一个稳定 因为它 中国的股市呢 纯粹就是 不是一个投资者 其实没有太多的人 真正把它当成一个 就是正儿八经的一个投资品 来对待 大部分人把它当成一个赌场 它实际上也就是 只能称之一个 后面有人作弊的赌场 按照 我一向是说 它连赌场都不如 因为赌场了多少 你是知道你有多少胜率 比如说你有48%的可能性胜 当然肯定小于50% 否则那个赌场赚什么呢 那个你是可以看得到 但是中国的赌场呢 是那个 那个几率比还低 原因是因为 后面有无数多的人 现在在那里出老签 它还不是一个公平的赌场 它纯粹就是一个大骗局 所以呢 早晚 但是呢 因为相对来说资金量啊 相对于房市来说 并不是那么大 而且 而且呢 它的这个 那种控制度啊 比房市还要强 所以呢 它可以在短期内呢 比如说 把它保持在名义上保持 比如说3000多点 它一直就没跌下去啊 当然它原来曾经特别泡沫过 那15年那些泡沫破灭了之后 到现在还没缓过进来 但是它早晚 因为在里面玩股市的人呢 我刚才说 它不会有人把它当成真正的投资品 一项正儿八经的投资 大家都是在这赌博的啊 所以呢 来玩这个投资的人呢 就是投机性特别强 如果政府在这个时候 因为他们想 所有投资股市的人都是想 我做短线 或者说 我逃得快 我只要看的情况不秒 我就扔了 流动性还是不错的 但即使这样呢 最终这个股市 它还是会体现出来 你看大势已去的时候 就是甚至连那些 就在里面 纯粹属于造势的 在那投机的那些人 最后看着 也不得不放弃 慢慢慢慢的 这就会体现出来 它就维持不了 它现在的这个位置 因为 这些人在其他方面 也有可能会产生 巨大的损失 最后它也不得不 把手里面这些股票扔了 套现 比如说这个损失 从房地产引发的损失 是一个蔓延的 就像癌症一样 它会扩展到所有的阶段 目前那些 甚至和这个房地产 有一定距离的公司 也纷纷的被拉进来了 所以中国的经济呢 就处于这么一个崩塌的状态 那有人就会问了 这个崩到什么时候 最简单的就是说 那一线房 一线 中国的一线城市的房价 它能什么时候设底 比如说你说深圳普遍 假设普遍已经跌到50%了 这个时候 能不能买 或者像这样 还会不会接着跌 我们说这个股市也好 这个经济也好 它什么时候见底 它能跌到什么时候 将会发生什么 一切都取决于 中国目前开车的这个阶层 就是权贵 就取决于 统治的中国的这帮人 我们看 当然就是中共的精英分子了 这个小集团了 我们看看 中国的目前 已经深陷在危机当中之后 中国的这个小集团 这个统治集团 他们做了些什么 有没有什么巨大的改变 有没有什么 给予人们信心的地方 给予人们希望的地方 我在前两个视频 我分析了 就中国 中国整个社会 这一次巨大的危机 将会付出百万亿以上的 这个财富的代价 这个代价 只有一个阶层能够承担 就是权贵 但权贵占比 在全国的人口当中 非常之少 可能也就是 有没有连带着 他们的所有关联的人 有没有一千万人左右 就在这个水平 但是呢 他们却具备真正的能力 他们自己具备真正的财力 和权力和能力 来为这次危机买单 但买单的方式就是 他们必须得不得不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 这场危机经过之后 他们不得不出让掉 自己手中的绝 不能说绝大部分 大部分权力 因为整个危机 就是由他们 所构造的这套经济体 所造成的 他们只能从自己身上革命 只能整个改变 这个整个的游戏规则 就是说我原来一直在作弊 我现在洗心革命 我干脆 我原来是发牌的 我原来是操纵这个局面的 我现在让出来 我不发牌了 大家一起来发 他只能这样 他才可能能够赢得 大家的一点信心 才能够把经济的颓势 稍微有点挽回 这是唯一的办法 就算是他想让中产 既然中产能不能够 承担这部分 中产可以承担 那承担之后 中产就全部破产了 那中国也随之破产 那中国经济绝对随之破产 而中国的底层 占了这个人口的 我认为是10亿左右 绝大部分这部分人 他根本就没有能力 他现在已经见底了 这部分人 这部分已经都里面没有着了 你如果再让中国的底层 再来承担任何的损失 最后他们就会饿死 他们就会老起来 这个社会就会动乱起来 这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危机发展到现在 我刚才说 这个危机至少 已经周到五年了 以上了 这个政府 中共 精英阶层 他做了任何的改变吗 没有任何改变 没有 他的权力还是 他的权力甚至更大 我们刚刚看到 蔡奇出来 他要让大家学习 习近平思想 要什么 入脑 入心 入魂 这个是中共 难来应对 这场危机的办法吗 这是他们做出的改变吗 他们非但不是说 把自己的权力 更多的 让渡出来 然后放弃这个权贵 对这个经济 对这个中国的这种 这种绑架也好 这种吸血也好 他非但没有这样做 他反而是要 我们更要 因为他感觉到 自己的地位 有点摇晃了 他害怕 他害怕 他分出来一权力之后 被大家清算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更厉害了 他这个时候 就更紧 对中共的 中国的控制 就更为紧密 而这个恰恰 是让这个问题 更严重 不是今天才看到 一个信息 就是云南那个地方 昆明 昆明他这个市政府的 搞的各种城投也好 搞的地方的 这种投资公司也好 各种融资平台也好 他有两亿元的 这个短期融资 他需要还了 已经马上个星期五 就要到期的 他一直筹不起这笔钱 最后又是 东罗西凑的政府 拨一笔 自己找一笔 终于凑齐了 这笔钱 还预期了 大概一两天的时间 然后就偿付了 还另外一笔 还是十亿的 什么什么 也是一个短期融资 他也必须要还 这个钱的 他动用了社保 他什么医保 社保 什么住房公积金 就这些不能够被动用的 你这样动用之后 别人还有钱来发吗 这些老百姓的 这个社保还领得上吗 就是不能动用的 他们都已经动用了 这只是昆明一个城市 中国的经济 实际上已经变成了 已经非常非常的畸形了 它是建立在 以政府的这种叫做 政府的这种 随便的花钱 这种随意的挥霍 大量的超乎人们想象的 天量的挥霍财富的基础上 他们的挥霍就是 开发各种各样的 就是比如说房地产开发 开发区 各种什么经济开发区 各种高科技开发区 修地铁 修机场 修高速 就政府搞的这种工程 曾经非常主导的地位 而且也 它的体量是非常之大的 最后呢 这些工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挥霍 这某方面说 我们就可以把比喻成一夹子里面 他们有一段时间就是借钱 它是钱是借的 融资这都借了 借钱来赌博 这就是一种赌博 最后都把这些钱全部输光了 所以中共的在 中国的那种经济模式 是围绕着这个政府 这个中共权贵阶层的在这 肆意挥霍来建立这种 非常激进的这种经济模式 而这种经济模式 现在持续不下去了 因为它挥霍掉这些钱 都是债务 这个债务它已经对不上了 尽管中国实际上 现在已经开动了印钞机 每年百分之十几的方 这个印钞量在往里面注水 但是根本不够 因为 因为它的这种现有的经济模式 本身要维持它 就得印很多的钱扔进去 而原来已经扔进去了很多钱 又产生了非常多的债务 而这些债务它根本来不及 就是现在印的钱 不仅你要扩大的印 而且即使印了这些钱 你还不及 还还不够 因为很多债务到期了 它还还不上 就会出现 很快就会出现全面的违约 所以中国经济 这种摇摇欲坠的这种样子 大家就说 它会什么时候到底 我刚才说了 你们要看它做出什么改变 没有 如果你看到 它现在简直是 老在检讨自己的错误 马上开始在中国 让度全力 让这个市场经济 真正在中国运行起来搞法制 然后 然后给这些最低 最底层的人 你补贴 他把这个 把中国的这些权贵 割肉 他们给分 分给中国的底层 如果他这样做了 你觉得 中国可能它会见底 可能在什么时候 这个房价也好 这个经济也好 它就有一个底 它就会站得住 它不会再往下跌了 你就觉得 我可能 我们可能够很快看到 它触底的这个过程 但现在 我没有看到 它任何 权贵阶层 做任何这方面的事情 权贵阶层 还在反过来 不断的加码 还在不断的 很吸血 还有加强自己的控制 或者财东奖 或者就付更多的债 这种情况 你能预言什么呢 我们能预言的 就是这个还没到底 还远的很 而且看不到 看不到 它的底在哪 你像上海 北京 深圳 这种大城市 它的房价跌下来 它那个后果 是非常严重 它就会导致 非常多 这些大城市里面的 曾经的中间的 那些中产的这些人物 这些阶层处于 马上要破产的状态 它没有消费能力了 连中产 也没消费能力 中国的整个消费 就绝对熄火 而这个消费熄火之后 就会导致 中国的很多的大公司 也纷纷的倒闭 因为他们也没收入了 所以 他们说中国 他们政府还出来说 中国没有在通缩 中国这不叫通缩 这比通缩还严重 这属于严重通缩 这失血 因为这个恶化得非常之快 我们要说 在整个中国的现状 我们就可以用 中共在去年年底前的 动态清净政策 来进行一个比喻 那个动态清净政策 本来就是一个不可持续的 你这么搞下去 最后 这个社会都会崩溃的 你不让大家出门 但是你又没有足够多的人 给他们每家每户送 这个送吃的 当然现在很多人 已经淡忘掉这个店 但当时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 作为习近平的 最关键的一个政治资产 他就是不放松 就是不松口 我就是要把这动态清净搞下去 他们好严重 也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 但最后呢 最后就真的 他真的搞不下去的时候 他突然就放手了 他毫无办法 最后放手了 就惨发生什么了 连药都买不上 整个中国的 就是属于水深火热了 一下子老板 在那个时候 在他们搞封城的时候 大家能想到 中国最后的结局 他的动态清净结局 是那个结局吗 是已死了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人 为代价的结局吗 没有人能够想 没有人能够预言到 这么悲惨的这些 因为大家觉得 你政府控制这么厉害 我封城封城 全世界最好 我怎么可能 对这个东西失控呢 我失控了之后 我怎么可能不管它呢 最后中共就是这样的 就失控 完全失控了 而中国的经济 也会出现同样的状况 就是说 他现在 你觉得他还要 他现在房价已经管不住了 他已经管不住了 甚至他已经开始 让他跌就跌了 有些地方已经开始 出现这种状况了 最后你会发现 他对经济的 所谓掌控能力 全部都没有 他最后就只是放任 这个东西 这个经济 整个垮塌下去 他毫无办法 这就是最后很有可能 在某一天突然出现的 这个结局 然后最后导致什么呢 导致大萧条 导致就是 几乎所有的商业 都挣不到钱 大家全部都失业 大家全部都破产 而这个时候 那些在那个商品的供应 将会大量的缺乏 而这个时候 物价就会飞涨 当然资产是跌到底了 资产是没人要了 但物价 就必需品的价格 就飞涨 因为很多支撑 生产这些必需品的企业 都已经运行不下去了 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 有需求 没有需求了 所有人的需求 就变成最基本的需求 也许这一天突然就会到了 就政府对这个经济就完全的失控 就放开它了 就你自由落体吧 因为 中共这个政府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看到它自我改进 自我改良 自己动手术的任何的迹象 他们就是完全没有能力 来自己革自己的命 或者说自己改造自己 自己从这个泥潭当中拔出来 他们完全没有自己的能力 如果你某天看到这种迹象了 那中国经济就有希望了 如果你没看到 那中国还会继续往下地 就这么简单 好 今天先聊这 咱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